大家好,我是Lalo,又回來了 上次大家的workout做得怎麼樣啊 我看到好像Facebook上跟Youtube有一些網友評論說可能太難了 還是太激烈了 這次我想要帶給你的是三個基本的下半身動作 在家就可以做,保證你這樣可以燃燒至少500個卡路里 然後你可以有更苗條的線條 第一個動作是深蹲 深蹲的秘訣是假設有一個椅子 然後你往後坐下去,但是不能坐在椅子的前面 必須是坐在椅子的尾端 然後最後記得就是膝蓋不能夠超越你的腳趾頭 你怎麼知道你深蹲做得好 整個臀部都會開始有燃燒的感覺 這就是你的卡路里在燃燒 你的肥肉說拜拜 好,第二個動作是一字形 首先你就把手自然的放下 因為你這兩隻奇妙的手會當你的平衡點 然後你就先把一隻腿抬起來 縮緊臀部的肌肉往上抬 記得膝蓋千萬不能彎 膝蓋是要直的 然後回到原點 然後再做另外一邊 第三個動作是提臀喬式 首先把腳靠近你的臀部 手放在兩側 然後手掌貼地板 然後就把你的臀部往上抬 每個動作做30秒 然後再休息10秒 再換到下一個動作30秒 再休息10秒 再換到下一個動作30秒 這就是一個循環cycle 一個循環後你可以休息2到3分鐘 再重新開始循環30秒10秒 30秒10秒30秒10秒 再休息2到3分鐘 這整個系統你就做10次就夠了 好然後最後 我有一個秘訣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在做這三個動作的時候 你可以提醒自己 不要忘記把腹肌一定要縮緊 這樣子 你會增加你的效率 會燃燒更多的卡龍尼 所以下次見囉 大家謝謝觀賞看 No 哈哈哈哈